张总呢 张总刚刚出去了 他说好像他妈妈生病 要去医院什么的 还说要打架 来 麻烦让一下啊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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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干什么的 你 动手动脚的你 谁啊你 谁啊 光天化日之下 你打杂私人财产啊 有没有枉法了 赶紧走 再不走叫警察了 我砸自己家的东西 我怕什么 你自己的东西啊 你已经租给他了 你不知道吗 咱们可是有合同啊 这甲乙双方 因经营产生分歧 则以甲方的意见为准 这么说你是甲方喽 但是我告诉你 即便是以你的意见为主 也是要合理合法的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法治社会 你现在已经把房子租给他了 也就是说 所有权虽然是你的 但是使用权是他的 你带人闯进来 就是私闯民宅 我随时可以报警抓你 你打砸任何东西 都要按价赔偿 还要负刑事责任 懂吗 要喝 挺懂啊 你干什么呢 不好意思啊 比人是律师 你有什么业务问题呢 可以向我咨询 给你打个折 好吧 律师有什么了不起 我不租总行了吧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租期满了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不好意思啊 租期没有满 那你看一下合同 需要提前三个月通知乙方 要不然乙方所有的损失啊 由你赔偿 凭什么让我赔偿啊 就是凭什么让我们赔啊 凭你们是一群无奈 你们要干什么 这么多人聚在一起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五分钟以后就来 你别以为你拿着一张 不合理的合同 就是找着护身符了 这是法治时代 耍流氓不好使 算你狠 苏啊 你多吃点 好 来 多吃点啊 来 阿姨你也吃 小楠 多吃点 多瘦了就 小楠不吃水果 这是山楂味的 吃这个 来 巧克力的卡路里太高了吧 哪能喜欢你干的事 行 都挺爱吃 那小肠 你也多吃一点啊 阿姨 这是我名片 稍微有个变化 那帮家伙再来惹事 你就打给我 太好了 太好了 来 这边天气有点凉了 找这屁啊 你自己冷不冷啊 我车里有大衣帮你拿过来 好啊 要不然这样吧 我们喝完咖啡之后 就多回去吧 公司还有那么多事情 等着咱们去做呢 是吧 好吧 但是我担心刚才那些人 再回来 如果只剩阿姨一个人 是不是有点不安全 对啊 那谁呢是得先留下来 再看看 对啊 那个你看 平常想那很少回来 就阿姨一个人 要不然他们也不会这么欺负我 是吧 那个 你看你们俩今天帮了我这么大忙 马上在这儿吃饭 阿姨做饭可好吃了 是吗 吃完饭然后 再陪阿姨多聊聊 给阿姨这小店聚聚人气 来来去喝 来来去喝